记者林国贤云林报道,云林县台西海口生活馆今天下午举办别开生面称交伐大赛,16支惨赛队伍对抗海峰与合作默契,但多数队伍刚开始都原地打转,费尽揪牛二虎之力才抵达终点,场面热闹有趣。 海口生活馆馆长戴进龙表示,交伐是台西养殖业者,养合业者主要工作工具,称交伐看似简单,却运藏重要技巧。 生活馆三年前与台西观光协会合作举办称交伐比赛,吸引民众体验台西养殖产业文化,顺道畅游台西美丽海岸线。 交伐大赛每支队伍五个人,少生开始只看交伐上五人卖力撑住交伐,却因失利不平均,交伐非但没有向终点前进,反而在原地打转,眼看交伐不听只会更是手忙脚乱,观众笑声不断。 台西观光协会文书资讯组长丁红利表示,云林沿海拥有许多观光资源,透过交伐比赛,让各地游客到云林沿海一游,感受云林滨海风景的特色与魅力。 台西观光协会文书资讯